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获得国际权威媒体的肯定 入选2019世界百大最佳景点 这是美国时代杀志在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 将魏武营列入世界百大最佳参访景点 同时获选的还有日本东京森大厦数位国务馆 和美国加州迪士尼主题乐园 魏武营希望借此机会让台湾的软实力扬名国际 获得国际权威媒体的肯定 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官网首页 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对于这次获得美国时代杂志 评选为2019世界百大最佳参访景点 显得无比光荣 更感谢团队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 让台湾艺术建筑景观之美传递到国际 那其实在开幕之后 我们就有陆续接受到 所有国际性的媒体的肯定 像美国的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 国家地杂志等等这些 那这一次又被试在这样子选为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杂志中介绍魏武营是世界最大单一屋顶剧院 波浪型的屋顶和四处可见的榕树群 树冠相互辉映形成特色 魏武营更致力于打造成众人的艺术中心 为目标 极力争取优质艺术团队的合作 让艺术更接近人群 因为从筹备到后来开幕 从去年开幕到现在 其实魏武营在艺术总监 九云冰先生的一个领导下 然后整个团队 我们都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 众人的艺术中心 希望是不只是这个建筑物 这个景点 受到大家的瞩目 我们更期待能够引进更多优质的 艺术表演 以及培养我们在地的团队 然后真正连接台湾跟国际的 重要平台 也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港口 魏武营开幕即将满周年 为了扩大庆祝 目前已经排定许多国内外 知名表演团队将轮番现役 魏武营开幕启用后 陆续迎来包括柏林爱乐 云门舞集和明华园等国内外顶尖表演团队 带来较好又较做的精彩节目 魏周年进暖山的活动也即将登场 希望以最好的演出内容 回馈大家对魏武营的支持和肯定 记者李正道 黄蓝军 高雄报道